好 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 这个是彩石文化 它寄这本样数给宝可梦 然后就是希望我就是 写一点心得跟大家分享 那我现在这本书看了快一半了 所以也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心得 这其实我觉得不难 就是如果你现在跟我们一样都是 比如说小知足 然后也在思考说 怎样才能够增加自己的收入 那这本书我觉得你可以去翻翻看 你可以去试着阅读看看 你不见得要花钱买 你在书局看了你真的觉得OK了 你再去网络上买 或者是你在书局买都OK 那这本书的话 我可以跟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 他先教你一些基本的观念 就是到底什么是主动收入 什么是被动收入 那他被动收入的地方 他其实没有非常的琢磨在 什么你要当KOL 或者是你要靠社群变现 这一块倒是没有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对一般人来讲 其实他反而是可以去实行的 包括他中间有很大的一部分 讲的其实是股票 基金或者是债券之类的 就是说你可以靠投资这件事情 产生固定的被动收入 所以他被动收入 其实是还蛮着重在于 就是投资理财这一块 所以他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 感觉上大家会觉得很遥远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哇你要当KOL 你要就是每天产影片 每天写文章好累哦 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所以这本书反而就没有了 那他其实在你看 我看一下 摆脱工作才要有钱的财富观 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说 其实大家也不要觉得 一定要辛勤工作 你才赚到的钱才是正当的钱 其实没有 如果你可以用一些聪明的方式 让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的生财工具 或者是说你的财富 还在持续的为你赚钱 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那再来的话他第三章他有讲到 门槛最低的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去利用网购 或者是那个什么 虾皮这种拍卖的平台 来去卖一些货嘛 有些人不是都会从中国批货来 然后在台湾买吗 他中间转手就这个利润之类的 那他这边讲的是 再更进阶一点点的电子商务 那你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说 如果你要加一个网站 然后来卖东西 是不是有低成本 或者是零成本的做法 那有没有办法去找到你的客源之类的 其实这个地方有讲到 那他这边还有讲到就是 我看一下 第五个章节 他就讲到说是股票的投资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他有教你说 应该要怎么去 拟定自己的策略 就是你怎样才不会 迷失在股海里面 这个蛮有趣的 那他第七章 我觉得大家也是很有兴趣 他这个人有点暗看不到 这是包租工 包租婆的这个攻略 就是投资不动产 那在台湾的话 我个人觉得 这个不动产的部分 其实都已经是相对偏高了 因为之前在里的才智道 也有跟大家聊到 就是那个 我自己本身 为什么是租务组 因为你看我的 我在台北新北的 住的这个房价 我的房租一个月是六千块钱 那大家会觉得说 六千块钱怎么可能可以 但是呢 这边还是有几个前提 要跟大家讲 买房子跟租房子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抉择 如果你买房子的成本很高 因为现在的房价很高 那你如果租房子的成本很低的话 你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趁你 怎么讲 你还不用在背房贷的这个时间呢 你可以尽快地去累积你的资产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 我能够找到一个月六千块 这个房租全包的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 然后我自己又觉得说 还舒适还OK 而且好几年都没有涨价的情况之下 那我的确是有可能存下更多钱的 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那你如果要找到一个 就是比较好的物件 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因为我住的是亚房 我是三个朋友一起去合租一整层 那他那一层 其实你在中有合大概一万多 一万八一万九两万就有了 那你这样子三个人拆分下来 其实一个人也不过才六千块 那你如果遇到比较好心的房东 他帮你付这个水电瓦斯房租 不是水电瓦斯 然后还有这个 所谓的网路费的话 那你当然可以省更多啊 但是这个是可遇不可求啦 但是我个人觉得 你有没有可能把你一个月的房租的费用压到 六千七千 其实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可能就会 比较不是那么方便 因为你可能跟朋友一起合租嘛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你舍弃了你生活上的便利性 但是你可以压低你的 这个房租的支出的部分 那这一本书他讲到更进阶的部分 就是说你怎么利用房地产来赚钱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翻一下 然后我看后面的章节 OK 他最后有一个章节讲到斜杠人生 那斜杠人生他其实没有用非常多的章节来讲 他讲的是说靠智慧智慧财产权 然后来赚钱 他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说让你的副业 比如说你取得了注册专利之后 然后人家使用你的专利就要付你钱 那这个我觉得是也蛮困难的 你想看我现在做的事情 然后什么智慧财产权可言 他就是靠流量变现而已 然后呢 他还有讲到说贩售经营权成为加盟的授权者 所以这有点类似是小七或者是便利商店 在这一种经营模式就是 消盟主他如果要加盟你的事业 他可能就要给你一两百万 然后你就是躺着赚就可以了 所以他也有很多种这个不同的 这叫所谓的被动收入的方式 然后他最后讲到的是遗产 遗产也是一种被动收入 我想说是怎样 你是要把你的亲友害死 所以这本书呢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你们自己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书局办一下 或者是网路上看一下书斋啊 那不错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就是去买来看 这样子还蛮有趣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他对于KOL来讲的话 他的用处可能就是在于投资理财这一块 那他也不是说教你如何 比如说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或者是说靠社群媒体来赚更多钱 那如果你是要找这块的东西 那就没有了 但是这一块呢 他讲的蛮多是一般普通人 是可以从最初阶 然后慢慢走到最进阶的方式 都有 因为毕竟房地产投资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嘛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多多看那个Sway哥的那些 那些话应该蛮有趣的 好 好 好